保安警察和武警水處可見 手進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倒數計時 這場齊聚20國國家元首的盛會 委安工作也拉到最高層級 這一次凡是靠近這個進博會的主會場 都得經過這個安檢通道 而這個安檢通道裡頭 有非常多的監視器的畫面 凡是我通過之後 它就能夠馬上感應到 我身上有哪些金屬物品 比方說像我口袋放了一支的手機 也能夠從這個螢幕上 立刻被感應出來 特別在主辦場館的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添置高科技安檢系統 短短幾秒鐘就能完成安檢 而臨近主場館的地鐵站 也增設新型的X光機 分道安檢更是動員 比平常多出十倍的警力 委安工作滴水不漏 來的人現在來往的人也挺多的 這樣確實人保證安全 安全性非常嚴重 因為我們有很多警察 擁護 我們可以在這大大大活動中 籌備了一年多的進博會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親自出席 開幕式致辭 這些企業界大佬也相挺 企業界重要的嘉賓友 泰拉能源主席比爾蓋茨 富士康科技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郭台銘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瑩 小米科技董事長黎俊等 這場被視為大陸年頂壓軸的主場經貿外交 齊聚130國共3000多家企業參展 其中臺灣企業約200家隨著進博會到來也做足準備 盼能找尋更多機會 謝謝林新鮮顏配於上海彩虹報導